朝鲜有七个禁忌不能触犯 有三个一旦触碰会被判死刑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是第一大禁忌 是绝对不能实行经济犯罪 这条禁忌不仅包含了常规的经济罪行 其实也包含了对其国内贪官污吏的严令禁止 在朝鲜 这是一项极其严重的罪行 惩罚力度上仅次于叛国罪 又或者说在朝鲜经济犯罪 本身就可以被定性为叛国行为 众所周知 朝鲜是一个对外交流极少的国家 始终未曾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当中 经济交流更是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朝鲜固然保护了其先军等一系列政策 但也导致了朝鲜的经济实际上并不牢靠兼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严厉的惩罚就成为了必要的手段 一点点小小的火苗都会引起朝鲜官方的绝对重视 随后用雷霆手段进行清除 小到老百姓走私倒卖 大到贪官污吏大肆敛财 这都是一条极其严重的罪行 一旦抓住 极有可能被判枪决 因此朝鲜绝大部分人也是敬而远之 不敢去烫这滩浑水 特别是三代掌门人上台以来 更是对经济犯罪零容忍 他刚刚继任就颁布了一项政策 要进行朝鲜货币的新旧兑换 且每家每户都有15万元的上限 这样的限额 对于人均收入普遍偏低的朝鲜老百姓来说 完全够用了 但对于那些巨贪来说远远不够 为了保住财产 这些人只能铤而走险 用黑市等方式秘密换取新币 结果这本身就是钓鱼执法 早就行动起来的情报部门 立刻将这些存在大量非法收入的人 如数抓获 其中就包括了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 哪怕是对于自己的亲姑父 金正恩也丝毫没有手软 快速对其进行了处决 哪怕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朝鲜政要 都是如此 可见经济犯罪的确是朝鲜 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 其次第二大禁忌是 游客不能使用朝鲜货币 朝鲜官方货币名叫朝鲜员 正常来说 外国游客进入一个国家旅游 都会选择将本国货币 兑换成相应的当地货币后 进行消费购物 这样无疑会快捷许多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条常识 在朝鲜非但行不通 同时还是绝对的禁忌 是朝鲜官方明令禁止的 别说是花费了 连持有都不行 当然 朝鲜当地也为外国游客 准备了另外的消费方式 游客可以选择使用人民币 美元 欧元等货币进行花销 甚至还会专门提供一张 外汇储值卡 以供消费 在朝鲜首都平壤的一些商店中 是可以同时选择以上提到的 任意货币进行结算的 不少店都会将当日汇率标示出来 甚至可以几种货币混着使用 毕竟对于朝鲜来说 这也是一种赚取外汇的手段 朝鲜官方为了保护货币稳定 规定了 哪怕是一块钱的朝鲜员都不得流出 因此 别说是兑换朝鲜员使用了 就算是想拿到几张作为纪念 从正常渠道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禁忌 其实也和前面提到的第一大禁忌一样 是朝鲜维护经济的手段 朝鲜七个不能触犯的禁忌 一旦触碰后果十分严重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第三大禁忌 绝对不能丑化朝鲜 对于朝鲜本国人来说 这自然是必须要遵守的规矩 一旦出现哪怕一丝丑化国家的行为 都会接受相应的处置 严重者甚至会以叛国罪进行处理 犯下了这种罪行的人 哪怕是坐牢东苦窑都算是轻的 被处以死刑的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脱北者本身 就被视为严重丑化朝鲜的一种罪行 同时会被视为犯下了叛国罪 除了本国人 不能触犯这条禁忌以外 前往朝鲜旅游的外国旅客 也必须遵守这条规矩 根据去过朝鲜的旅客回忆 入境时朝鲜方面的人员 会对旅客随身携带的手机 书籍等进行翻看检查 里头不得存在任何相关侮辱朝鲜的东西 就连离境时 同样的检查也需要再执行一遍 确保旅客的手机里没有拍摄侮辱朝鲜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拍摄了臭水沟 破旧的房屋的照片 也会视为对朝鲜的侮辱 因此我们就能够知道 为何在朝鲜旅游时会有导游随时在场 这既是为了服务 同时也是管理旅客的行为 如果旅客进行了任何侮辱朝鲜的行为 立刻就会被带走 曾经就有一名美国小伙 违反规定 闯入了朝鲜羊角岛酒店的禁地 偷去海报后被发现 被监禁回到美国后没多久 便去世了 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渲染大波 因此 如果决定前往朝鲜旅游 最好还是要遵守当地立下的规矩 然后第四大禁忌 是绝不允许冒犯朝鲜掌门人 这条禁忌 堪称朝鲜绝对无法触摸的红线 如今的朝鲜 已经经历了三代掌门人 但不管是哪一代 这一条禁忌都是同样的适用 冒犯的标准是 不能够直呼其名 必须要加上竞语 或是同志 将军等称呼 否则就会被视为触犯的禁忌 除此之外 与朝鲜掌门人有关的一切事物 都不能够随意进行讨论 必须谨言慎行 除了言语上需要密切注意以外 这条禁忌还和大量的行为有关 比如 关于朝鲜掌门人的雕塑 画像 影响 杂志 报刊等种种事物 是不能随意丢弃或销毁的 也不能进行脏污 否则一旦被发现 是情况严重程度 甚至有可能被直接判处死刑 哪怕是朝鲜掌门人的 言语动作等等行为 也是不能够进行模仿的 这也会被视为一种冒犯行为 同时情节也是非常的严重 至于其外号 这些对普通人都是冒犯的行为 那就更不行了 是绝对禁止 且惩罚严重的 这些规矩 前往朝鲜旅游的乘客 同样需要进行遵守 否则会进行相应的处罚 还有一个有人透露出的小细节 值得一提 目前的朝鲜 还相当流行传统卷焉 但报纸一般都不会拿来使用 朝鲜这些出刊物大版面上 基本都会印着朝鲜掌门人 如果被别有用心之人发现并举报 那又是一条极其严重的罪行 朝鲜有七个不能触犯的禁忌 甚至其中三个触碰就是死刑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接着是第六大禁忌 绝对不能穿戴被禁止的衣物是平等 在朝鲜 关于日常穿着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一些衣物是绝对禁止穿戴的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牛仔裤 在其他国家都是很常见的装扮 但是在朝鲜是绝对不能穿的 因为牛仔裤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朝鲜官方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并进行了明令禁止 除了牛仔裤以外 一些同样带有明显西方文化形象的衣物也不能穿 比如说印着英文的衣物 别说是本国人了 外国游客都不能以这样的装束入境 并且朝鲜也不能穿着过于暴露 什么背心 热裤 超短裙 抹胸等等都是不被允许的 其装一服也不行 破洞裤等也都被归于此类 在大街上被发现了 必然会进行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朝鲜对于装束有着严格的要求 但实际上仍然发展出了自己的穿戴潮流 女性会穿裙子 并且烫然非常的盛行 因此 虽然潮流与世界其他地方有些不同 但还是存在的 至于男性 发型一般都会存在十几种标准的 部分单位发放专门的理发券后 去理发店也是从这些种类中挑选 这条禁忌是众多禁忌中处罚较轻的一条 一般也就是勒令整改口头教育 写份检讨书什么的 语教不改者才会用上更重的处罚 毕竟还是会有不少追求奇特的人存在 最后第七大禁忌 就是不允许观看韩剧 韩剧实际上只是其中的一个 代表着的是来自韩国的文化 比起前面提到的关于装束上的禁忌 这一条禁忌足以称之为重罪 在朝鲜 韩剧是绝对不能看的 如果被发现罪行比较轻的 比如自己观看 也要处以劳动改造 送进苦药中劳改几个月 如果还对韩剧进行储藏 拷贝乃至于传播 拉上别人一起看 那么这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 因此而被枪决的人并不是没有 还要根据此一路追溯来源 将这条线彻底的抹出 连韩剧都不能看 其他韩国文化元素 那就更不可能的了 就连旅客进入朝鲜后 也是不能听韩国歌曲 看韩国影视剧的 只是相应的处罚 没有朝鲜本国人那么严重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前段时间 朝鲜还通过了平壤文化保护法 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南面而来的文化 同时也是对朝鲜半岛北部文化的一种保护 从上也能够看出 朝鲜将寒流视为洪水猛兽 是绝不允许本国人接触的 至于美剧 日剧 那就更不可能在朝鲜存在了 朝鲜和这些国家之间 都有着血海深仇 是不可能允许对方的文化作品 在国内流通的 即便是存在 也会在秘密中进行处理 不会流传太广 因此 目前朝鲜能够观看的外国影视音乐作品 基本上都来自于前苏联或国 比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作品 以及一些战争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